心会跳 会死亡 那时候的温暇 才能算开的正好 晚些的我的黑发在哪里落下 早开的你的夕阳美得不像话 好短短在我摇篮 流浪到什么天堂 剩我一个人 听他们劝我 你在天堂 谢谢 一文 这首歌你非常适合唱这种类型的歌 你把我们这里的冷气 又再唱低了两个 你知道就是听他的歌 真的是有一点点 痛苦的表 但是这首歌真的就是痛苦 对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 这首歌的 作词的人 陈欣妍嘛 再加上这首歌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 发生在我们身边 就是我们那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 有一个小女孩 她也很喜欢唱歌 她决定要报名第二届的时候 可是她就出了一个意外 所以她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送给她妈妈的 就是她妈妈知道她在天堂 但是还是很想念她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真的很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 我很喜欢你有很有想法 颜伟林也很有想法 所以你一站上台来说 我来错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来比赛 你是来明智的 你们两个都是唱歌以明智 其实我们非常欣喜 我们希望一个歌手有想法 可是有太多想法的时候很难搞 完全没有想法的时候 就好像被操纵的木偶人一样 所以to be or not to be 到底要怎么做 有时候很难 在这市场很现实很难 不过我觉得我听潘映文唱 我非常感动 我上次不是给你20分吗 我觉得今天我再次被你吸引 因为我觉得你唱到你真实的情境 你真的在说这个故事 是你经历的 所以我全身在起鸡皮疙瘩 我觉得好听极了 感动极了 谢谢